但这座皇家火神庙自己也曾经识过火 哦呦 紫禁城的火神庙自己也识火 这难道就是常说的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吗 还是另有原因吗 自建火神庙这是一座皇家道观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是免费的 火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六年 据说火神庙所在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京城的龙脉 老北京人常说 先有火神庙后有原大都 这座火神庙是京城最早 也是唯一的一座皇家庙宇 紫禁城建成后大大小小火塞就没断过 万历皇帝下令修缮火神庙以求心理安慰 但这座皇家火神庙自己也曾经识过火 万历帝又下令修复 同时举办了消灾道场 明天起元年 家宗皇帝下令每年6月22为祭火神之日 从此每到这一天 皇宫里总要派官员来这里祭祀火神 每逢皇宫受了火也要派大臣到这里祈求保佑平安 即使这样也没能避开一场大灾难 在天起6年的时候 京城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方圆树里宜为平地 人员财产损失惨重 现在呢是免费开放的道教场所 面里主供的火神帝君 火神以火施化为民造福 还有老百姓非常喜欢的观音乐老和才人 所以非常受大众的信奉 每到传统节日很多人前来祈福 外地游客倒是很少有人专门来这里 我也是路过看到才进来的 今天的火神庙游览到此吧 下期带大家去著名的 请期待哦 关注李姐姐足不出乎 行天下